今集我们会看的就是Walford的第三十首 Allegro 第三十首是练什么的呢? 其实这首歌是练一些半音 也就是minor second 一些用同一只手指去按的minor second 譬如大家看到第一个 开头的三个音就是三三手指 就是练习我们手指能不能够很干净来落去按这个C和C-Sharp 记住我们不要拿起三手指然后再按下去C-Sharp 是在弦上面 是这样按的而已 第二样东西要练习的就是四手指的伸弦 譬如第一个小节 然后这一行的最后的小节也是 第二行第一个小节 第三样东西可不可以早一点去准备 利用凶弦的时间去准备 大家看到第三行最后的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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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利用那个open string的D 是准备定下一个音 换言之其实我们的眼睛也要看得快 我们的眼睛也要看得快 我们的眼睛看得快 才可以让左手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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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应该要分到很清楚的感觉 就是手指打开 就是拉 C Natural 然后放松的时候就是Be Natural 在钢琴上面其实是没有这些感觉 但是如果我们是拉弦乐的话 这个半度的感觉其实是很明显的 譜上面看只是半度 但是那个感觉应该要告诉我们 是两样不同的东西 大家看到有两个不同的指法 你可以两个指法都要练 就是第四个音 那个C Sharp 可以试试用三手指 也可以试试用二手指去练 不过大家看到 第二个音的E Natural 就是用二手指 这个我们叫做Half Position 如果你想按得准这个E Natural的话 你的二手指应该要搭住 一手指的B flat 然后如果第四个音 你真的用三手指的话 你要很小心 因为我们比较少这个感觉 我们比较少要三手指这样 移低半度的这个感觉 是什么音乐 我的音乐 就能够来有点 然后我觉得这个Bb要很清楚 真的是一个Bb 就是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人家就听不出Gmajor和Gm的分别 Gmajor但是Gm 这个是Diminished 打开 2